第366集 马车 看到头顶的一切 这一刻李火王总算是明白 什么叫连诸葛渊都难以对付的大麻烦了 新卓他们到底是什么 居然能汗天动地 李火王情不自禁地想着这个问题 紧接着 他又想起之前迹象曾经说过 新卓跟新宿是最麻烦的 这意味着新宿同样有着堪比新卓的能力 我的那种换位能力 还是我四周的幻觉 不不不 李火王用力地摇了摇头 不对 这种程度的能力 在能把一片天藏起来的新卓面前完全不知一提 自己作为新宿 绝对有某种能力没有施展出来 自己的体内拥有着某种足够匹敌 这能藏天的新卓的能力 可想起了那男女新卓的处境 李火王一时间愣住了 如此强大的东西处于自己身上 这真的是好事吗 李火王不知道 他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好事 他也不觉得这种好事会落在自己身上 也许当自己获得那种能力的那天 说不定比新卓活得还要痛苦 啊 火王 哪里有人掉下来了 看起来是老太监 听到白领秒的话 李火王扭头望去 马上看到了灵星几个黑点从那破开的田中掉下来 并且崩裂的天空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 李火王跟白领秒是在一群古兽如柴的石堆里找到的迹象 头破血流的他 怀里死死抱着那男新卓的尸体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找到了 通过自己手上的刀痕 李火王发现少了一个人 拓拔丹青 他被永远的藏了起来 无论是被男新卓藏起来 还是女新卓藏起来 他再也回不来了 迹象他们对李火王说辞都是一样的 是拓拔丹青自己逃跑的时候跑慢了 最终被留在了那里 虽然有些疑惑 都是一起逃命的 为什么就偏偏他留在那里 不过 李火王信了他们的话 引领城的驿站门口 李火王 柳宗元 宏大 一同恭送迹象回京 咱家走了 你们回吧 等到了上京 会给你们回信的 放心 这次报酬绝对少不了 那上头要是敢亏待咱们 那我第一个跟他们过不去 这都是咱们拿命换来的 一个字都不能少 说完这些大意凛然的话 吉祥转身看向被白领秒 搀扶着的李火王 想了想后 他身手一拿 从怀中掏出那铜钱面罩 双手捧着送到他面前 儿九啊 这是你的东西吧 咱家逃命的时候瞧见了 顺便给你带出来了 吉祥的话不知道有多亲切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李火王是刻意远离了他们 施展了藏墙登街 按理来说 他们不应该知道 李火王做了什么 但是等出来后 吉祥对李火王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都不能用亲近来形容了 甚至可以说是尊敬 并且尊敬中带着一丝畏惧 借着归还铜钱面罩的机会 吉祥压底声音说 你放心 大应你的事绝对办成 最多十天半个月 我就用飞哥把你要的给你送过来 啊 恭送吉祥大人 李火王接过铜钱面罩戴在自己的脸上 虽然自己已经有诸葛渊给的黑色纺锤了 远比这东西好用 可是多上一层保险没什么坏处 嗯 你救了咱家的命 这份情啊 咱家领着 等到我退下来了 这吉祥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李火王轻轻推开白领秒 凑到吉祥耳边 用极低的声音说 吉祥大人 您要真领在下的情的话 还请引荐兵家给在下认识 在下急用 把白领秒变回原来的样子 甚至比摆脱心诉还要重要 自己死活无所谓 但是他不行 自己已经够对不起他了 行 行 咱家懂的 吉祥笑眯眯的说完 从袖口处拉出一条红丝巾 在李火王的道袍上擦了擦虎 转身上了马车 伴随着马蹄声 吉祥乘着马车 带着新着的尸体离开了 剩下三人相互对望了几眼 刘宗元挠了挠头 呃 城东头刚开了家新纪院 要不咱们 他这话没说完 其他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转身离开了 重伤的李火王坐上马车 缓缓向着住的客栈靠近 躺在柔转的棉絮中 李火王缓缓的舒了一口气 为了新着 这一趟的苦受尽的磨难 可总算是目的达到了 接下来就安静的等着 吉祥的飞鸽就行 自己的计划 总算是往前挪动了一大步 更重要的是 吉祥现在欠自己一个大人情 要不是自己 他早留在了那里 谁也用得好 甚至可以帮上一个大忙 李旁的馒头 轻轻地把脑袋 靠在李火王的手肘上 他似乎能感觉到 李火王现在伤得很重 本应该是立着的耳朵 紧紧地贴着狗脑袋 两只发黑的手指 从一旁伸过来 拎着馒头的后颈 就扔到了马车外面 火王 你要不把臂上的竹箭扔了吧 你天天只要一动手就要受伤 这哪受得了 你就真的不痛吗 白领秒从旁边 拿起一个软枕头 搁在自己后脑勺下面 看着面前 近在咫尺的少女面孔 李火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痛啊 我痛得想死啊 可是淼淼 难道别的什么就好弄吗 相比修炼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大前路至少简单 白领秒脸上露出一丝不屑 你试试呗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你再这么弄 说不定哪天 一个不好就死了 死了 李火王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眼中没有任何畏惧 其实死也没什么可怕的 仿佛能感觉到李火王话语中的死意 白领秒如同猎豹般猛地冲上来 发黑的手指头 思思掐着李火王的脖子 双眼如同野兽般盯着对方的眼睛 你又想死 你每次用苍枪登尖后 总是想一了百了 你还是不是爷们儿 我告诉你 你伤了我全家 你这辈子都得给我一直偿还下去 你没资格死 当看到李火王微微点头后 白领秒俯下身子 咬牙切齿地在他肩膀上 留下一道血肉模糊的尖锐牙印 当白领秒起身 马车内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 刚从车窗探出头来的馒头 感觉到不对劲 立即又缩了出去 苍苍 我之前遇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申图刚 他也是跳大神的 随后 李火王语气缓和地 介绍了申图刚 那跟仙家独特的相处方式 马车内的气氛 不知不觉中 缓和了很多